我們現在在豬肉湯飯一條街這邊的老奶奶換錢所換錢 洗完錢 好 Thank you 他剛剛還問我們要不要喝咖啡的很好 可以喝咖啡 每次咖啡很好喝 我們換完錢了 這邊的匯率的話是37 我那時候在台灣換的時候只有35 先回家拿充電線 然後要去逛西面站的地下街 在這裡逛街不用怕天氣不好 隨隨便便都可以逛好幾個小時 而且這裡很多行貨價都很便宜唷 我們現在要坐車去一個站叫 東國 那邊是101貝的地上沙水 看夜景的地方 坐車過去差不多要40分鐘 這邊就是貝101來這邊就是要拍這邊的夜景 高樓大廈的夜景 所以要先繞一圈過去 那邊對面停車場的地方就可以拍很可愛的夜景 在這邊有一個小廣場 你會看到很多人已經在這邊開始拍了 這邊這個地方有燈光 它旁邊是有欄杆的 如果要去另一個秘密拍照地 要先穿過餐廳的座位區 之後會到一個停車場 從草叢的縫已經可以看到有人在拍照了 但是別從這裡跳下去啊 還蠻高的 請繼續往前走 在穿過停車場大約50公尺的地方 你會在右邊看到一個空地 在入口的地方是用鐵鍊圍起來的 但是最右邊的地方有一個小縫可以進去 像這樣 在這裡你就可以拍沒有欄杆的倒影照囉 剛剛我們在停車場那邊拍倒影的時候 就是看到有人在用那個笨斗 在搖水倒在那個停車場的洞 他好像看到我在錄他們影 然後後來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他就主動我們說要不要幫我們拍那個 背就是倒影照 他們還超撲樓就是 一直跟我們講說要站哪裡啊 還就是幫我們拍了一張暗的 一張亮的 整個人超好的 這裡的氣氛非常不錯 跟朋友來這裡聽音樂看夜景 吃著炸雞配啤酒其實也很不錯 在烤場對面這邊有 有類似像拍證件照那種一串下來的 連拍照 可以來這裡拍照片 一組是兩條四千塊 裝什麼可愛 這是我剛剛拍的連拍 我第二張整個超醜的眼睛是半張的 他完全沒有辦法讓你就是有後悔的機會 四張就是怎麼擺就是長什麼樣 所以擺好 首先先點螢幕下方這個地方 首先先按螢幕下方這個地方 之後就是印兩張的意思 可以印四張印六張 他價錢就是更貴 啊兩張的話就是四千 你可以選擇你的 照片邊框是什麼顏色 黑色白色粉紅色 你要白色嗎 我要白色 然後這個就是確定 右邊就是確定 確定之後他就叫你投入四千塊 他旁邊可以換錢 對他旁邊有一台可以換錢的機器 所以如果你有大鈔的話 他可以有辦法找 就是他投完就滿上台了 這張他不要 這張他不要 塗完之後呢 按確定 他就開始倒塗了 就要開始了 頭髮好旺喔 結束之後這邊就會是你的照片 這邊可以選擇你要的濾鏡 你想要哪一種 黑白的 黑白的會不會這樣 看 咪咪咬 有點耶 這比較好嗎 對就是這個好像比較亮白 這個 比較白一點的濾鏡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選 對然後就按這個紅色的按鈕 他就會開始 這好可愛喔 超級可愛 他唯一的敗筆就是他是該死的紫色背景 為什麼要是紫色的 沒錯 我都醜 現在快兩點 我們準備要去引導大橋拍那個橋打開的時候 要從南浦地鐵站的六號出口出去 就可以到引導大橋 中文字幕提供 剛剛突然是直接一個遊覽車的人來 中文字幕提供 這樣超突然的 像上司一樣 你這樣要架什麼鬼腳架 弄前面 我覺得沒有辦法架腳架 來 沒錯 兩點一到就會上演這一齣戲 你必須擠到最前面欄杆的地方 才可以勉強拍到背景沒有人的照片 當然運氣跟時機也相當重要 不然就是要等橋降下去的時候 那時人群已經差不多散開 但相對的橋也比較低 拍出來的照片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接著我們坐公車到橋對面的 百顯灘壁畫村 這個壁畫村就在海的旁邊 是由很多矮房和宰相組成的文化村 這裡有許多文創小店 當然也有不少海景咖啡廳 還有著名的拍照點 辯護人的電影場景 這裡不用收費 但要統計你是從哪個國家來的 也有許多壁畫或是可愛的小場景等你去發掘 也有許多壁畫或是可愛的小場景等你去發掘 你可以走下彩虹樓梯到下面的冰海步道 這邊還有一個隧道喔 這邊還有一個隧道喔 接著我們坐著公車到甘川洞文化村 這邊著名的是有著鮮豔顏色的小房子 在公車站旁的下坡道路旁就有一個平台可以讓你拍照 可以坐在木頭上或是站在角落都可以拍出超美的照片 走到對面一樣有很多地方可以拍 但是我覺得從這裡拍過去的房子比較不好看 不過這裡有著名的小王子背影可以拍 最後一天我們來到了新世界百貨裡的Spa Land 據說是韓國少數的五星級漢真木 一定要來體驗一下 從4號Gate的地方進去就是Spa Land的入口 大廳非常的寬敞 在櫃台這邊出示在網路上預先買好的票 一樣給櫃台掃QR Code就可以囉 在KKT上買好票比現場買便宜喔 如果想要再更省一點可以挑平日的時候來 平日票比較便宜 要脫鞋子 Locker 女生 1 2 3 5 1 7 1 1 2 3 5 1 7 1 2 3 1 2 3 1 2 3 3 1 3 3 3 1 3 3 4 5 1 打開 這是放C 1 3 4 5 1 1 4 5 1 1 4 5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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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1 1 4 5 1 2 4 5 1 才打得開喔 這樣就鎖了 蒸汽水 太陽很跨不遠 現在是要上去嗎 Restorm Caffe 阿 沒用喔 不知道是因為那天下雨還是在裝修的關係 戶外的部分沒有開放 裡面非常的寬敞 有很多不同功能的房間 這裡是冰箱 嗨 二樓的部分有個人影音設備 有需額外付費的特別療程 也有比較高級的餐廳 我們在學韓劇裡面就是會綁這個楊妹妹毛巾頭 可是我們不太會綁 看他很鬆 他應該是這樣嗎 他應該是這樣嗎 你知道應該怎麼綁嗎 如果你知道怎麼綁 在影片下面給我留言 這樣超脆 在這邊泡完真的很想睡 如果你會睡著的話 手機記得要定時鐘 因為每次進來只能差不多四個小時 超過時間要加收前囉 研究山羊頭怎麼綁的小孩 講一下你的感想 很難的 到底是誰要把你送 而且世界很高遠 你帶帶看 有像嗎 有啦 比較可愛一點 可是真的很窄耶 在一樓樓梯的旁邊有一個小型的販賣部 在整個SpaLand的額外消費都是用你的置物櫃所去記帳 出去的時候要結清欠款才能出去喔 所以別把鑰匙搞丟了 噢 靠 痛 欸 真的很大力耶 我已經加了很大力耶 噢 看看 真的很痛耶 不要寫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下集會介紹釜山的人氣餐廳與網美咖啡廳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還有IG 才可以看到更多旅遊人氣景點喔 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 好 別忘記錄下 再見 adviso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